sing.tv 找通訊熱情 其實我覺得我們 我們自己是 所謂人家說其實一個 對,樂觀來說,人和是最重要的 我覺得我們彼此其實事底下 也有很多不管是在聊生活、聊夢想 我覺得我們的目標都非常有意思 而且我覺得因為都互相了解 那我覺得我們都知道 都很知道每一個人的聖志凡 每一個人他的空間在哪裡 在我們做音樂的時候 會去欣賞對方喜歡 欣賞對方所提出的想法 然後會蠻尊重對方的一切 我覺得這是在做音樂或做音樂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是它能貼近你的生活 你寫的歌是從你的生活出發 如果這個最基本的東西它存在的話 我相信不管在哪個年代題 它還是會讓靈音的人有所共有 所以其實到現在我們已經到這個年級 那我覺得十幾歲的朋友 其實是還是可以從音樂中去找到共有的時候 他就覺得在那種很迷惱的時候 他也可以讓他去更索或者去發揮 然後從他的音樂當中去獲得 他自己在目前的生活 這個節目或未來的時候 通到問題的時候 他可以得到一些東西或證明的東西 只要改造一段努力的東西 我還記得像我們在大學的時候 然後我也是去獅頭獎彈利亞展覽 還有DOS的Mathology 就是傳記的紀錄片 然後你看到那一種樣子 你看到DOS的影響力 然後比如說你這個SRVD 沒有在這地方的時候 有裝備的活動 開車一路到西亞 每個加油站每個產品都在過那一張專輯 然後那時候你可能就會有一個錯覺 覺得還蠻像黑板電信的世界 這個世界好像慢慢一個時候會慢慢變 你覺得是錯覺的個人是不是 現在還不能確定這樣 那你覺得那時候你會相信 你會想要相信隱遇這件事 然後你會希望自己變成成其中的意義 對我們來講這個 改變這個世界好像 好像很容易就是變成 那個就是搖滾樂 那我覺得我們幾個人表現的形式會太美 那有些人會把它寫在歌裡面 那有的時候其實只要給正面的力量 就是在歌裡面之中 我相信就是大家如果都從這些歌裡面 就是得到一些什麼力量的話 這個就是我們希望能夠改變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在做這些事情的過程裡 我們是快樂的 所以 如果你 你沒有辦法做每樣事情都快樂的話 你就會有那種 就會有那種 我必須要老牙堅持的那種漫長的狀況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心境的話 其實因為我覺得 人生就是從零點到成功的過程 那有些人一輩子都在等待成功的那一個 就是我覺得對我來講 中間的過程 其實是我非常享受的 我自己覺得 其實你偶爾就是成立一下 你偶爾看一下過去的生命 你偶爾都會發現其實 呃 享樂的時候的回憶都是沒有 可是 生活的時候的回憶都是清楚的 那而且其實 你想到一個清楚的回憶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生活一個的 風聲 那或是真由 從前只想裝動 裝作什麼都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